八民送港廳在後面區是已經有獎金200年的歷史 為了要將這項地設文化保存下來 所以社區是在到最土保持有的經費補助 在傳統的這個拼圖上面設計各種送港廳的這個意象度案 而且還要付出這個改選還有由來的介紹 未來社區也會的基盤設定性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到八民送港 自己去社區裡面看到紅森村上面有八民送港的意象度案和解釋 因為八民送港在後面區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 社區為了要保存文化 因此是在到最佛的補助 將送港廳的各種意象都在拼上是最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送江文化其實在這邊是有150年的一個文化 它別於其他社區其實比較特殊的是他們是打面送江的部分 那其實美月姐其實我們之前一直有討論過 因為大家都開很快的車進去五米了 就是很少有人會停在這邊 那因為這邊他們其實也有一些食農教育想要推廣 那我們就是跟他討論之後 希望說也可以結合這個打面送江的這個文化 然後一起去做一個深入的一個小旅行的體驗的部分 打面送江文化呢透過這一次的整個工程營造 讓這裡呢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呈現在各位眼前看到的就是類似這樣的 這個過程呢其實非常不容易從土地的取得 認同到後面整個工程的營造內容其實都非常用心 這個打面送江開水槽都做了兩百十七公尺 在上面有各種不同的人物和母丁的動作 在旁邊還有配上開水 這也是全台第一條來開水送江町的道路 每次把作品的任務和動作像是真的一樣 是讓人學了自己的打字 因為以前我們的壯工的時候 余儀做好飯的時候是一個女生 所以現在我們壯工文化就是有一個聚會 就是不可以有那個女生有男生的打扮去代替她 所以我們把展示我們壯工的文化 展示我們的頂頂社區每個屁邊的人展現出來 你們可以來參觀一下我們的小區每一個人路 每一個動作都有她的故事 反映我們所有人可以來參觀我們頂頂社區的 壯工 壯民壯工的文化 未來頂頂社區還有幾位各種攝錄性的體驗 讓民眾可以一年了解後面壯民壯工町的由來和理事 從這項在地的這些文化可以繼續 활用更大 並且團身下去 去這中會後面哭彩紅白的 可以按摩一下 好幾個 吃 好幾個